古人言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农历春节廉价放九天恐怕更惊人 不过不担心因为2019台北国际书展 大年初八正式开展 让全民年后用书箱充电 开展前戏举办记者会帮书迷画重点 抢先曝光德国主题馆 以热爱阅读文明的德国 主题馆以德国故事为主轴 全关以粉色黑色为基调 适逢德国现代设计学院包号400周年 展场融合包号斯简洁设计 长廊贯通展场 展出400多册德语出版 供民众随性入座阅读 还有复古打字机及包号斯概念 服饰工穿戴体验 知名德国作家傅兰也出席 希望台湾民政体验德式阅读魅力 除了德国馆 本届书展高达52国 超过700多间国内外出版社参展 创立年新高 还有像先世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致敬的 金庸茶馆专区 现场展出金庸手稿 莫保还有各种版本的小说作品 藉此缅怀一代武侠小说太陡 更有超过500多场多元活动 在展期内举办 我们希望在各式各样的努力之下 让阅读的这件事情能够复兴 让阅读的这件事情 可以回到大家的生活日常 我们大家不可能不用手机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这件事情 书展从12号起一连举办6天 希望鼓励民众回归指本书 充实阅读乐趣 中央社记者翁云俊叶冠营台北报导 中央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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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记者